而在荣民节的前夕 为了向新城乡内荣民来致意 新城乡公所30号的上午 在新城乡回南湾餐厅 特别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邀请了地方的荣民、荣眷 500多人来参与 同时表扬了9个村的优秀荣民 由乡长和理台亲自主持 同时也感谢荣民弟兄们 对于台湾的付出 让社会能够安居乐业 新城乡为了表达对荣民的劳苦空高 30号上午办理荣民节表扬庆祝大会 让荣民们联系 请你重温旧日跑者之情 以聚会参与的方式来交流 新城乡在和理台体系 所有荣民们长辈年纪大了 特别责承承办人 在早上的时候 以车辆的方式到各村 接送荣民长官们到回南湾 参加庆祝大会 法院政策虽然已经开放 参与一座位数 不受300人限制 新城乡公署仍以300个名额为限制 并且全书满座 另外配合防疫政策用餐 以及拍照之外 全城都拜上口罩 并且量体温 实施十年制 以确保伤情的健康 各位敬爱的荣民长辈 各位大哥 各位保健人 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明天就是荣民酒 新城乡自始至终坚持 来办理荣民节的一个活动 这是花林县十三乡镇 始终如一 在民国个人当 91年当乡长自军 所以我们坚持每年 都要办这个荣民节的活动 虽然荣民伯伯因为年纪大 相继的磁势 但是在新城乡里面 我们荣民的人数 在花林县也算是多的一个乡镇 以他要代表新城乡公所 向今天理会所有的荣民的大哥 我们荣民的长辈们 保健们来表示感谢 张南克里特表示 做人要饮水思源 感谢荣民们 昔日半生 荣马保家为果 卸出荣庄之后 投入国家建设 精心建立为社会树立凯模 发扬牺牲奋斗 报效国家的精神 记得聪明 新年杨博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